剛剛在我們TVVS新聞台 有一個APP 在螢幕的這個地方 請你現在把手機打開 掃一下我們這一個QR Code 如果不在這邊 應該有在這邊 網路上的網友 你不要再問說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網路上就是沒有秀出來 只有電視前面的 為什麼網路上沒有 這個我們也在討論說 為什麼沒有 另外也要提醒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 你打開YouTube搜尋國民旦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然後多多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那另外一件事情大家很關心 現在是中台灣的人 這個世界末日感覺真的很強烈 又有疫情 然後又昨天又大停電 然後又缺水 包括了德基水庫 一度停止供水 因為他的水已經很少很少了 只剩下在昨天的時候是2.77 好不容易回來一點點 所以他又恢復了 但我看也很快又要開始停工了 所以中台灣的民眾 現在是水深火熱 所以國民黨立委就講 鄭立委就說缺水缺電 缺疫苗 還需要阿公的趴過來嗎 那連又盛 他最近幫到台中 因為他覺得台中是一個很適合 居住的好地方 沒想到一搬過去就停水 停電 那還聽說有人去 他附近的居民有人去萬華 該遇到的都遇到了 那還有出現有台中的住戶 去關別人住戶的水塔 那五湯真的有點缺德 但是民眾現在也好奇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到風電兩兆 當然政府說他們賺的錢更多 那治水2508億 這麼大一筆錢你到底花到哪了呢 後來根據立法院調查說 去做水環性的亮點 就是民進黨執政就有個特色 很喜歡做好玩的 好 大家看得開心的 亮點 清水空間 這些達成率都很高 72% 62% 但是你看不到的做管線的 真正做浮流水的 再生水 這一些做不容易讓民眾有感覺 看不到的東西 達成率就有15% 甚至再生水只有0.27% 這個事情就會讓民眾覺得說 你的錢到底花在哪 兵哥怎麼看 其實水對台灣來講 一直是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當初你前瞻計畫 你說要花2500億去做 其實大部分人對這一點 是沒什麼意見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當初前戰預算 不管在野黨或執政黨 大家注重的工房 都是在軌道建設的方面 大家爭議性比較大 那台灣水資源 本來就很多人認為需要去建設 結果搞了這麼多年 你們只做那種表面功夫的 那種能夠讓人家遊戲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民進黨最喜歡做這種 因為當初陳菊 在做那個所謂的志鴻池的時候 也是全部美化工程 那時候把它做得很漂亮 然後結果一個大水來全部破工 因為你志鴻池 真正需要去輸菌它 讓它裡頭能夠去儲水 這個功能你把它忘記了 結果到最後還是一樣 照樣淹水 那同樣的 你都注重在這種 面子工程方面 看起來很漂亮的 你就優先做 那其他真正能夠改善供水了 你慢慢做 0.27%這什麼概念 表示你三四年來什麼都沒動 基本上就是這個標案成立了 然後就停在那邊了 你知道現在台灣情況 已經真的非常危機了 而且不是只有從南部而已 北部也開始 現在桃竹苗那邊開始缺水 情況越來越嚴重了 什麼水庫只能要百分之十幾% 其實很嚴重 而且我覺得比較可怕的是 下一波雨到底哪出來都不知道 因為現在 今天如果有些人看到一張圖的話 你會嚇到你知道 那個美雨封面 剛好就從日本那邊 一路延伸 然後到台灣上頭這個地方 突然拐彎 然後到大陸去了 就是落過台灣 就空空的台灣掉在那邊 看起來台灣大概要到六七月以後 才可能會有水 那中南部現在還能等那麼久嗎 你要知道現在中南部的情況 已經到很多地方 南部很多地方 它那個地下水抽到地下40公尺 已經抽不到水 40公尺 這麼深都抽不到水 因為地下水已經被抽完了 接下來要挖更深 你再這樣抽下去 大家都不擔心 中南部以後地層會出現 什麼樣的狀況嗎 因為之前好不容易 李鴻岩部長封了一千口井 就是為了怕地層持續下線 那你現在為了應急 現在當然是沒辦法 好 你再去抽 抽了之後整個一直下線下去 我們還要不要為我們的子孫 去想一想將來怎麼辦 所以現在很明顯的 短期之內不會有水 那除了去挖地下水之外 我們有沒有其他的辦法 是不是應該很節省 你知道我知道一些消息 到現在中南部還有一些地方 洗車業者 游泳池還在開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時候還... 洗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嗎 洗澡都沒辦法洗耶 你去洗車 但我知道有的人愛車 可能別人